大家好,這段影片是處理第3課的Quiz 我會集中在大家容易失分的位置 所以現在看到這兩題是送分給你 雖然有人錯誤,但很快就先說了 其實就是兩邊的轉換 究竟是由Degree轉做Radiant,還是由Radiant轉做Degree呢? 其實整件事就是PiRadiant還是180度 這次的典故是怎樣來的呢? 你看看Section 3.1的Proof 就是PiRadiant等於180度 所以如果要計算一度是多少 就是兩邊除180度,是不是? 每度就是這麼多個Radiant 如果PiRadiant等於180度 那一個Radiant,就是除Pi,是不是? 就是這麼多度 所以,譬如現在問,我有315度 每度是有PiR180 315度就乘PiR180 那就是7PiR4 或者你寫1.75Pi都可以 同樣地400度,乘20PiR9 再調轉,把Radiant轉做Degree 那就乘180PiR180 取三個二十個數字之後 就是這樣 那麼不多說了,記住這個準則就可以了 第三題開始 就是失分的位置 不過整體上,第一版就做得OK的 所以我們看一看 3A 3A 3A,你們很多行人都喜歡轉成Cyron Cosy 因為你們有些擔心Cosycant Tension Cosycant 就是Oversight 所以Cosycant 是Oversight Square 光是看這塊 當你轉成這樣的時候 其實你沒得選擇的 你一定是通負母 通負母 1-Square 等於Cosycant 是form3的 的 是不是? 好,剩下1加tension 其實整體數最關鍵的就是 就是令你做得快一點的 就是這一題 如果你不懂這個的時候 你一定都是這樣做的 然後你加1就是通負母 是不是? 那你如果看了Cosycant Square 那你立刻可以轉成Oversight 當然你這樣做 最後都會落到Oversight 沒有問題 但是有人以為這是正確的答案 因為你忘記了自己已經學到Cosycant 但是這個是不是最快的方法呢? 其實有一個更加快的 因為Cosycant 和Cosycant 有些關係的 我已經說了很多次了 有兩條色是新的 這個 還有 剛剛剛剛說了 1加tension Square Theta 等於Square Theta 對嗎? 當你願意這樣做的時候 你就很快出到同一答案了 好了 那就自己記住了 實考了 好了 接著到一些 Protangent Tangent 我突然推出一些 你今年 生疏一點 看看你會不會變 其實 又是你變回做Sino-Cosy 其實就是這樣 但是 當你做了一些凡分數出來 你就要小心 究竟哪個才是除號呢? 就是這條分線就是除號 你做了一個分數加一個分數 然後除以 另一個分數的時候 你要知道除號在哪裏 首先看順子 現在跨著的是分子 分子通了一份母之後 其實就是這條 OK 這條除以什麼? 除以1 over sine theta 其實就是乘以Sino-Cosy 所以你看到Hosen 就把Sino-Cosy放在這裏 對吧? 好了 這個是1 所以Sino和Sino弱了 剩下這個 然後答案就是Sino-Cosy OK 好了 第四題開始 就是失分 比較多人失分的題目 首先弄清楚一件事 還記得你們怎麼背的 A-Sino-Cosy A-S-T-C 題目說 Siccant Siccant Theta 即是1 over cos 是2 那就是 不要理會怎麼算 肯定cos Theta 本身就是 positive 是吧 因為1 over一個正數 才是一個正數 cos是正 cotangent是負 cotangent 即是1 over tangent Theta 是負 那就是tangent 本身 tangent Theta 是負 tangent是負 cos是正 是哪個quadrant呢? 首先要判斷對 關鍵是這個起步要對 否則你下面會計錯所有東西 一定是quadrant 4 tangent是負 cos是正 所以只有quadrant 4才能做到 所以我們就要畫 記住你畫圖 不要太麻煩 不然我可以不認你的圖 首先你在coordinate plan 所以是xy 既然說到theta 那圖一定要有theta 轉了theta出來 然後 你根據題目的資訊 題目的資訊是cosθ1 over 而還記得 我們背的是x over r 即是x是1 r是2 於是 我們x和r寫好 然後最重要就是 製作了unknown的y 然後第二部份就是計這個y 亦因為quadrant 4的緣故 y是negative 所以你要reject開放三 就是因為這樣 你的xy、r 是正確的 你才可以計對 人家問你cotension theta 兩個sine theta 減tension theta 人家問你兩樣東西 那就不怪你答對兩樣東西 對吧 那不多說了 按定義的 cotension theta 就是x over y 不過要rationalize 對吧 當你計到這個是-3 的時候 x over y 就是1 over-3 好了 兩個sine theta 那sine 就是y over r 那就是y over r tension theta 剛才都是負3 over 1 那就是 按照計 那就是0 OK 即是關鍵就是你判斷這一步 然後你計回anone 然後你想計什麼都可以 你的定義是正確的 但是很多人在這裡錯 其實下面都是死了 這裡錯很多人 不知道為什麼 所以這些這麼簡單的題目 這些近乎是Level 1 的第一條題目 即是在出稿的世界裡 那就小心一點 好了 然後輪到Proof Identity 第五題 Proof Identity 你們反而比較適合 因為你看著右手邊 對嗎 我們先看A部分 A部分 其實都沒什麼可以讓你選擇 一定是通份母 通份母 就是a加b a減b 所以cos2減1 cos2減1 cos2減1 還記得 cos2 等於1加 cos2 是吧 所以減1的時候 就剩下cos2 cos2 OK 那上面就是什麼 上面就是 你看到 可Sir先抽了cos2 出來 然後剩下 這邊會成為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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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它們加起來 因為中間是加 所以很快的 都是2cos2 co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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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只是做一些很簡單的 約減 OK 你說這裏怎麼來的 對不起 你說這裏怎麼來的 因為 我上同說過 cos2 是等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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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de over cos2 你明白嗎 是吧 其實你很容易 證明到 這句 也證明到 我是不是直接用這個 你轉換成sino cos2 都可以 不過你慢一點 我立即 我立即這樣寫的話 我便 我便快手了一點 是吧 將這裏直接寫下來 replace 我便可以 我便可以 隨意 這份數 我便可以 約了cos2 cos2 反過來 OK B part B part很明顯就是考 identity 每一塊 每一塊都要處理對的 OK 每一塊 這一塊 90度加theta quadrant 2 cotangent quadrant 2 一定是負的 90度系列 cotangent 變tangent OK 所以負tangent theta 第二塊 cos 180度系列 cos 變回cos 但是180度 減theta quadrant 2 cos quadrant 2 是negative OK 接著又是180度系列 cos 不變 OK 直角最後變回θ 180度加theta quadrant 3 cos quadrant 3 是negative 好了 如是者 這個是 form 3 cos 90度加theta 變成sine theta tangent 90度加theta quadrant 2 tangent 所以是負 90度 tangent 變成cotangent OK 最後 180度系列 不變 second變 second 180度減theta quadrant 2 second是cos 那邊 cos 那邊 quadrant 2是負 所以就是這樣 你只要熟讀 那條法律 我教你的法律 你就可以做得對 剩下的 剩下的只是簡單的化解 最麻煩的 這些醜度的角 全部都變成θ 剩下的 譬如 si over cos 已經弱了 所以就只剩下 sine 分子剩下的s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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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是 之後一塊 倒數就剩下的sine 分子剩下的sine Cotangent 等於cos over side second 等於1 over cos 這個本身弱了 就是cos 除 1 over cos 就是cos square 抽個符號出來 就變成加 所以就是符1 就算你不知道 只要你看著右手的角度 你都知道是這樣做 有些人是 skip label 的 我是極不建議 不過這次可能是照給你 我覺得你是屈出來的 這麼重要的一步 如果你知道這是1 你不會不寫的 所以出去就會被人扣分 測驗我都會扣你分 所以這些這麼做的步驟 死都會寫出來的 好了 第六題 第六題 其實B和C是最深的 但反而你們失分 超多在A部分 看看是甚麼事 首先知道一件事 Cotangent pi over 9 我用綠色不寫 不如 Cotangent pi over 9 其實就是1 over tangent pi over 9 是不是 其實就是告訴你 Tangent Theta 等於1 over tangent pi over 9 我不知道你記不記得 好了 其實 其實 form幾 form 3 form 3 我們學過一條色 Tangent Theta 等於1 over tangent 90度 減 Theta 就是這樣 這樣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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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可以變成 Cotangent pi over 9 就是1 over tangent pi over 9 就是可以寫 tangent pi over 2 減 pi over 9 那是甚麼意思 那 即是說 如果 如果 你是1 over tangent 裡面 某隻角 如果你是這個格式出現 你想將它用Tangent 某一隻 另一隻角去表示 它們這兩隻角是甚麼關係 它們兩隻角加起來 是90度 OK 那 現在我就是這樣 這一角等於1 over tangent pi over 9 就好像 這個樣子寫出來 那我要寫做Tangent 什麼 想想 就是90度減 這隻角 是吧 所以90度減 pi over 9 就是這樣 現在不是玩 Degree 現在是玩Radian 就是pi over 2 就是pi over 9 就出了這一步 整件事是這樣解釋出來的 這是第一關 那為甚麼要這樣解釋 如果你寫到這裏 起碼你也能看到 大家都是Tangent Tangent 一隻角等於Tangent 另一隻角 那兩隻角一定是一樣的 問題就是這邊怎麼來 OK 7pi over 18 是其中一個答案 但為甚麼25pi over 18 又怎麼來的呢 其實 講到這裏 你還未看到 7pi over 18 即是70度 即是70度 你自己化回 pi是180度 即是7pi over 18 即是70度 這隻70度 這隻70度 It's the reference angle of theta 對不對 這裏講了兩樣東西 Tangent theta 你叫Tangent 70度 我變成Degree 你們容易明白 即是說甚麼呢 Tangent theta 是正 因為Tangent 70度 是正 在題目的範圍裡 Tangent是正 它可以是Cordern 1 可以是Cordern 3 Cordern 1 Cordern 1 一早就知道是70度 對吧 這隻70度 自不然成為 這隻Theta的reference angle 就是這樣解釋 那我的reference angle 如何找到Cordern 3 Cordern 3 是將它加180度 所以就加一個pi 給它 25pi over 18 就是這樣 所以你很奇怪 那不是要 Let 5 Be the reference angle of theta 對 如果你真的這樣做 你下一行寫甚麼 你都會寫Tangent phi 等於Tangent 7pi over 18 pi就是7pi over 18 所以我就說了 這隻reference angle 就是7pi over 18 對吧 這是直接可以看到的 不用太厲害了 這是A part B part B part 是將剛才5B的玩法 放在解決比例 只要你正確 這個變成second 這個變成 其實全部都是second 怎樣來的 270度系列 cosecond變成second 270度減theta 即是Cordern 3 cosecond在Cordern 3是負的 所以就是負2的second 好了 2pi 360度系列 360度系列 是second 變回second 然後 這個是 cordern 4 cordern 4 second是正的 OK 所以計算一下 second theta 就是2 second theta 那你要怎樣做 你要找個reference angle 對吧 這次真的要找 因為要找個pulver3出來 那你找reference angle 那就方便些了 你second theta 等於2 你不懂 但你轉回到cos 的話 你會懂 這些應該功課做慣了 那 一樣 這個range 是0 至2pi 所以可以是quadern 1 可以是quadern 4 可以是quadern 4 所以最後就是這個答案 第六題 看詞 很簡單 放在最後 因為 如果你肯辨的話 其實你們已經做過了 你們不夠膽 所有人都會轉成這個 但你們永遠保持著訓帽 不知道做什麼 其實兩邊乘成sine theta 你就會出了一條quadern 4 about side theta 照 fact 即是你做2y square 加3y-2 等於0 2y-1 y加2 等於0 照 fact y等於2分1 y等於負2 如果變成y的話 你絕對會做的 那現在y不是y 現在y叫做sine theta sine theta等於負2 希望你不用刺激 你記得sine的graph 是由1 去到負1 永遠到 永遠都是 1負1 那sine theta等於負2 不可能 那就是sine theta等於負1 sine theta等於負1 又是那招 用reference angle去處理 找回reference angle 是 30度 即是power of 6 那跟著 因為又是一個圈 是一個圈的範圍 是0 是二批 一個圈的範圍 可以是quadron 1 可以是quadron 2 於是 五招分六 和招分六 這就是一份quiz的講解 希望你做得對 即是我希望你看這條片的時候 嘗試改正 然後對一下 看看是否做得對 如果看完都不明白的話 那就盡快問回我 希望這條片幫到你 是這樣的 拜拜